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在今年裏面 其實每一個月 不同的保險公司都會出不同的產品 大家在電視上或者在YouTube 都會看到有不同的廣告 你說林林種種這麼多的保險產品 其實我自己過去一年看到客戶裏面 究竟他們會比較喜歡的呢? 我想第一個產品 其實就不得不提 就是高端醫療的住院計劃 其實有時候見一些YouTube粉絲 跟他們談這些計劃的時候 他們都說 其實外面不是那麼多人知道有這件事 我都是看到你的YouTube頻道 才知道原來都好像挺好的 這個產品 其實這個產品沒有記錯 其實在2010年開始 由一間保險公司開始引進入香港 當然其實有一些broker 一些外國的保險公司 一些我們叫做一般保險的保險公司 其實他們都一向有賣開的 不過因為他們用broker的形式 不是說五大保險公司去銷售 所以接觸面不是那麼多 你說真的由五大保險公司 開始去設計、去做宣傳 就多了客人會去接觸到 因為某程度上 Agent 的數目都多 高端醫療 其實在2021年 就在市場上 就進展到 一個叫做亞洲版 二人病房 在香港 在保費中的競爭 也越來越便宜 以現在的佔底肺版本 其實有很多小康之家 其實他們都給得起保費 而加上疫情 很多事情 感覺到好像都 有預計不到 不知自己會有機會 有什麼病 或者將來有什麼病毒 所以也提高了 人客對醫療保險的意識 或者對自己健康 緊張健康的意識 所以無論在計劃 保障範圍 價錢便宜了 再加上政府推薦醫保 加上疫情 很多人客去review自己的 policy 很多人客 會選擇 加上有佔地肺版本的 亞洲版高端醫療 因為相對其他環球版的價錢 也會便宜一半 高端醫療 多人客去投保的時候 我今年覺得 比較多人客 從來未買過醫療保險 從來未買過的原因 是他們可能公司本身都有福利 所以他們一向沒有意識 覺得自己需要買 但在現在市場上 跟亞洲版的有佔地肺版本的醫療 價錢比較相宜 現在他們都覺得 其實如果 就算自己可能是三十多歲 家具一點也很便宜 都無謂省 有時候可能吃一頓飯也不止 所以 就多了一些 從來未買過保險的客人 來問 以及投保 所以 在我們去申請的時候 我們都會比較緊張 他們的健康狀況 問清楚 他以往一些病歷 填清楚 希望他將來的保障 就可以安心 除了在高端醫療之外 第二個產品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第二個產品 就是一個 在去年疫情才開始有的 一些大的保障公司研發出來的 就是連新冠肺炎都可以有賠償 經歷了兩年 疫情 其實 我們都發現 以往幫我們買開 可能 五張保單 十張保單的人黑都好 他有人受危疾 住院 轉入社 意外 相產保險 另外還有年金 又有基金 另外還有一些儲蓄保險 危疾 重疾 多倍危疾 買齊了 都發現 原來 新冠肺炎這個新病例裡面 其實 如果當他 尤其是真的去了政府院隔離 我們只能夠得那個轉入社會日的賠償給他 相對來說好像保障就不是很足夠 所以 在去年的年初就有其中一間公司 首創出了新的人壽加嚴重疾病保險 就可以包含新冠肺炎 尤其是入到三天深次治療 那他那裏可以有多個賠償 一筆現金 那我覺得對人客來說 這個都是可以補到他之前那些保單的不足 所以 例如我見一些舊客戶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提他們 如果你以往的人手間有沒有很窄 那不如 那不如 嘗試加這隻新的嚴重疾病的保險 那也都可以補到 萬一有新冠肺炎的時候 都有機會多過現金保障 因為小朋友買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 即是好像現在說 那隻Omicron的變種病毒 慢慢開始大家緊張 不過我覺得 就算處理到Omicron 其他將來 我們的小朋友下代也好 病毒仍然會不停變種 所以我覺得 有這些 我們叫做 一些病毒的保障 未知的病毒保障 我覺得這個是長遠需要 如果補費不太貴的時候 為什麼不親自健康的時候買賣呢 我覺得這個是補到之前 以往所有補單的缺口 我覺得 所以舊客戶 我都會建議他們 如果補費不太多 不如都加這個 有時候現在似乎 疫苗都沒有最針對到那些變種病毒 然後又不知道有沒有第四個再變種 始終有一個保障 好像安心一些 這個是第二個 我自己 我覺得比較喜歡 都會提人客去投保的 第三個 都是今年市場才新有的 當中 我們之前也有一個YouTube片 有說過 就是一些叫做多元貨幣的儲蓄保單 以往我們香港都比較流行 就是港元 甚至乎可能是美元 或者有些是人民幣的保單 不過當你開了那份保單的時候 是美元 那你keep on 十年 二十年後都是美元 你是開了港元的 你keep on 十年 二十年後都是港元 但是 每天 世界經濟在那裡變 有時候有些客人都會問 究竟 如果有一天 美元 港元 人民幣 他們在市場價值不同了 那究竟對我們的保單 那個 對換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 所以 在今年 暫時市場上 就由一間本公司 它就可以出到 就是當你一筆錢 舉個例子 我當一筆錢 一百萬 你現在開戶口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美元 港元 人民幣 加幣 澳幣 或者英鎊 那在三年之後 其實每個保單週年日 投保人都可以根據他自己生活的planning 舉個例子 可能他想著 將來都可能移民 可能去澳洲 或者去看好澳元 他可以把保單的整份單 本來可能由美元的運作 轉到澳元的運作 是可以的 每個保單週年日 在保單生效三年之後 都可以做到這個轉換 對於一些喜歡 留一些儲備 在本公司的客戶 其實這個是一個頗活的選擇 只要放一筆錢 已經可以有這麼多種貨幣 可以讓他將來轉換 去迎合他將來自己的生活 做planning 無論子女讀書 去外國讀書 或者自己真的移民也好 甚至乎他體控 貨幣會升值也好 他都可以用那個貨幣去運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在反送planning裡面 對於客人來說 是一個挺flexible的資產分配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人客 我知道他可能自己也有些資金 我會跟他講一下 因為這些都屬於傳統式的保單 他也是有保證現金價值 再加一些紅利 所以匯報就不會很高 不過我經常都說 有很多人客就是 靠用保單的儲蓄 逼自己留不後備錢 或者留些錢貨退休 總之是長遠而用 變成他們都覺得有個彈性 可以轉不同貨幣 對他們來說 是減低了貨幣風險的 OK 好了 最後一個我都想說 就是我相信 也是今年在保險行業裡面 為什麼可以有幾間大的保險公司 生意額仍然有增長 都是來自這個戶口 我想如果大家有接觸開本顧問 都會知道 今年都很多銀行 或者保險顧問會跟你說 叫你開一些投資聯繫式的投資保單 而裡面就會有一些牌式基金的選擇 其實今年年頭到現在都不停聽到 有很多的保險公司或保險庫問 去把這些牌式戶口介紹給人 市場上股票可能有時候上落 也有一批客人 他們都喜歡穩定收息的 所以變了 都有很多本顧問 用不同的形式去建議人 怎樣去做一些 叫一年牌式 大約是可以選4厘 5厘、6厘 或者7厘 有時候有些客人都會問我 Michelle 那個保險顧問跟我說有9厘 甚至乎有些說有10厘 哇 是不是很好的 或者是穩不穩陣 當然我不是太理解外面人家怎樣做 不過我只會跟她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問我關於醫療戶口 我就告訴你怎樣穩定牌式 平均如果你說6厘 那我就覺得都是很穩定的 當然那個基金價格是會有升有跌 而你預計一筆錢 有兩個模式去做 有些就是一筆個百筆錢在 那你喜歡有些人客 他喜歡一筆個 最少去擺十幾萬就可以 他擺二百萬、三百萬、五百萬 擺一千萬的人客都有 所以也都令到今年在保險公司的市場裡 那些資金大部分都是來自這個戶口的 不過我自己呢 有時候我去見一些諸如此類人士 其實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月供的排斥基金戶口 我覺得好像NPF那樣 每個月用一個市場的價格 每月平均賣入 我覺得風險可以再減低一些 其實同一樣都是那隻基金 同一樣都是排個息 不過相對在那個基金價格那裡 我不需要在今天這個時間 一入入五百萬 或者今天入三百萬 而好像又未知 未來六個月的市場 會不會有大的波幅 或者未來一年的市場大的波幅 因為你收得息 其實那些人客都預計擺到 都是擺幾年的 其實很少拿出來入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既然你都預計了這樣長期收息 其實再穩陣一些 做一個月供的平均成本法 寧願每個月月供 我覺得就對人客的風險程度 是更加安全 我自己覺得 這四個 亞洲版二人病房 有佔底費版本的高端醫療 第二個就是一個 純人獸 再加一些嚴重疾病的現金賠償的保險 當中是補了新冠肺炎 第三種就是一些叫做多元貨幣 一個保單 一筆個百元貨幣 將來就可以轉換英鎊 澳元 加幣 美金 人民幣 港元 第四個就是剛才我說的 排息基金 可以一筆個擺到 或者每個月月供去做這些排息基金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跟這一刻說 其實每個月每間公司都會 便宜的保險 你說意外保險 或者一些便宜的旅遊保險 他們都會出的 不過我們做顧問 其實我們很少每個月都 告訴大家 哎呀又有新產品出 這個又出什麼 其實我們都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客 每個月都會買保險的 所以我們都會在公司 發佈新產品之後 其實我們會過濾 我們覺得哪些真的 對那個人客是有需要 甚至乎他是沒有那個保障 那我們會提一提他 現在市場上有一樣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就給多一點資料 你再去了解 我都聽過很多人客說 就說 那些保險Agent 經常來都是銷售東西 是的 有時候可能他們都 驚驚地見保險顧問 不過 在我自己的角度就是什麼 其實做到保險顧問 某程度上 他們都是比較正面 進取 積極 是嗎 其實他去把新產品 介紹給客戶 都是他的工作的責任 第一 第二 就是他也會明白 不是說十個 十個都會買 但是他有責任 跟那十個客人說 OK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 哪有需要 所以我都希望 所有投保人明白 我們做保險顧問 其實我們都不是原本客人都會買的 不過我們覺得 既然市場有些新的東西 我們必要告訴你 到你有一天有需要的時候 你起碼都知道你的保險顧問 是提供到這個服務給你 有時候你說 我一直都不找人客 一年都不找他 有些人客 久了又會說 都幾年了 都沒有見過那個人員 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做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保險顧問 兩難就是什麼 你經常找著客人 客人又覺得你好像經常都煩著他 但是你長時間不找他 他又覺得你不記得他 又覺得你沒有什麼服務 都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做 所以為什麼 我都很鼓勵我的同事或者同業 其實連現在這麼多人 喜歡看YouTube 我拍一些短片 我們遠勝一點 去把我們的短片 把我們的資訊去發佈 以前年代就要約出來 慢慢喝茶 慢慢聊 慢慢介紹 我覺得現在的人 是很懂得管理自己的時間 可能他喜歡晚上 11點多在床上 先錄下手機Whatsapp 看到你有條短片 就看一看 可能他那一刻才有心情聽 或者才可以靜下來 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拍YouTube Channel 另外一個層面 可以讓客人選擇 什麼時候去聽我們的資訊 但我又履行了我的責任 就告訴他 真的有新產品 又不會他覺得我消失了 沒有做醫行 所以 剛才那四個產品 我覺得是今年最熱門 或者客戶最受歡迎的產品 如果你都覺得 那些產品 可能你有需要 你都可以問你的顧問 去瞭解當中的內容 如果你覺得我們頻道 都有資訊性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可以傳給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下次見